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泰森断言张伟丽将会被罗斯摧毁 而一直有着子弹支撑的瓦伦蒂娜也同样看衰张伟丽 并且说道自己和罗斯是好朋友 两人也经常会在一起训练 如果罗斯正常发挥的话 那么张伟丽的金腰带将保不住了 但这只是他们两个人的个人观点 至于这件事的最终结果会是怎样 还是要从多方面的数据去分析的 最近有关张伟丽拖一称重的消息登上热搜 在重重环节张伟丽在不经意的时候 大修一把腹肌 完美的肌肉线条 让男人都觉得自愧不如 但是如果真的从身体的整体数据来说的话 其实罗斯相较于张伟丽的话 是要好一些的 因为他无论是身高还是臂展 都要比张伟丽多出一些 虽然只是细微的差距 但是在高手对决的时候 往往会因为这一次的差距而输掉比赛 如果从战力打击方面来看的话 其实他们两个的表现都是十分亮眼的 从之前的数据来看的话 张伟丽几乎达到了6.38的命中数 这远远要高出罗斯50% 不仅如此 张伟丽的命中率也几乎达到了45% 这样的命中率是比对手要高出一些的 再加上之前张伟丽与乔安娜的那场比赛 能够看出张伟丽有着扎实的散打功底 她无论是在身体素质方面 还是在意志与爆发力上 都是常人所不能达到的 而她与乔安娜的那场比赛 可以说是十分精彩 尤其是赛后 乔安娜的外星人脸 让人不禁感到唏嘘 这场比赛中 张伟丽的右眼受到了重创 而乔安娜的额头也肿得厉害 在看到自己的伤后 乔安娜还信誓旦旦地说道 自己将会向张伟丽复仇 因为张伟丽这是在剥夺她的尊严 她已经做这个行业有17年了 所以对于这项运动 她也是十分了解 不仅如此 她也很喜欢去挑战自己 这项运动对于她而言 不仅仅是竞争 更多的是关乎着尊严 不过之后 那个信誓单单要去复仇的乔安娜 在之后的态度 却出现了神级反转 她向张伟丽表示致敬 并说道 我们卷入了一场战争 这可以说是一场真正的冠军争夺战 不得不说 张伟丽的有氧能力很好 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对手 这段话来看 乔安娜就算不算是认怂了呢 要知道 在比赛之前 乔安娜还拿着疫情进行炒作 不仅如此 还对张伟丽说一些垃圾话 更是说到 自己将会打得张伟丽求饶 最终却被张伟丽那情人的战斗力折服 从现场的视频 我们能够看到 乔安娜在这场比赛过后 额头上留下了一个血肿 也因为这个 很多人称她在比赛后 成了外星人 而他们两个人在这场比赛也被宣布 值得进入命任堂 反观罗斯的话 即使是更偏向于技巧型的 她在拳路方面 也可以说是十分刁钻了 让人很难去预判 只能说这两个人的风格各异 都有自己的一个杀手锏 如今比赛即将开始 张伟丽等这一天已经等了一年了 这一次我们将再度看到强强对战的局面 双方称重是那速进的对峙 仿佛让人看到了无形之间的一种压力 就像是两人将要赴死一战的魄力 大胆猜想一下 如果张伟丽只保持着主动的进攻优势 或许罗斯会避其锋芒 而这个时候 罗斯就可以利用避斩以及移动方面的优势 来抓住张伟丽的漏洞 对于罗斯来说呀 那就是要么不下手 要么就是下狠手 纵观这场以上的一些分析 对于这场比赛究竟谁输谁赢 一时间呢 还很难去预测 不过从两个人的综合实力来看的话 能够想象得到 这将会是又一场神级的比赛 不过不管怎样 还是希望张伟丽能够保住紧腰带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了 对于这件事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吗 欢迎留言讨论 想要了解哪个运动员的话 那就私信小鱼吧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